柯玉他又放一炮 他說你在交代你 六年來用ATM存款當中 在建構1680萬的這個部分 在建構那個上一次 第一次好像第一次 台北市長選舉結一款的時候 那陳美琦的說法 是有一兩百萬的盈餘 可是他說 你沒有來問我這個前幕僚 剛好以前也是前幕僚 他說他也算了一筆說 照理說是虧60萬 那雖然台北市長選舉 跟這一次的案情又無關 可是柯議員出來放這一炮 因為他有相當的 前幕僚的代表性 那打這一槍會造成一個效果 那你其他還會是真的嗎 所以學姐 就公開挑戰他 因為在選市長的時候 他也不是管錢的人 黃靖雲今天公開挑戰柯議員 所以現在本來就是 一個很奇怪的問題就是 他當時雖然是號稱說 第一時間進到這個辦公室裡 競選辦公室 那成為第一號員工等等 可是問題是 他負責的或者是我們負責的 其實都是新聞 輿情媒體的這些關係的聯繫 或者是後續我們大家去做一些 採訪工作的時候 一些前置這些等等 文宣上面的一些工作 那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從哪裡去想到說 這些錢的問題是怎麼算出來的 或者是他是詢問過誰 然後去得到這樣的結論 那我知道現在有很多那種 什麼用錢幕僚 錢什麼什麼的去上節目 這些人對我而言 我之前在自己的直播裡面講過 我覺得某些人對我而言 真的就只是前廠商而已 就是廠商 就是廠商 什麼會號稱自己是 所謂的核心幕僚呢 怎麼會說自己是 就是只是在一次的 譬如說一個專案裡面 他是被委託 然後來做什麼樣子的文件 或是做什麼樣子的文宣等等 那有些是前幕僚 可是問題是幕僚 每一個人負責的工作 跟你會碰到的事情是不一樣 尤其在18年那一次的各種選舉裡面 我自己經歷的 所有的分組都非常的明確 所以有些事情我們根本完全是 譬如說前面已經做好了 我們才做後面的文宣 或是後面的宣傳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奇怪的是 你拿什麼樣子的證據出來說話 這件事情是現在沒有辦法看到 你每天就看到這些 前幕僚 前什麼的 出來拿著一張紙 然後告訴你說 這個事情是這樣的 然後媒體就大肆報道 可是問題是證據性不足啊 而且有些都是他們自己 天馬行空想出來的東西 在政論節目上 他們不是都自己說 用掰的就好了嗎 就是用掰的掰出來的東西 然後我們要去回應他們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這些前幕僚到底是從哪裡 思考出來的